这只是一个零食 哈喽 Bit Boy Bit Boy 它是想要吃的 跟你打招呼 就像小朋友一样 高举着鼻子跟保育员讨吃的 还会喷水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贝州像喂了一口最爱的零食 大家伙也有不少小心思 不过他吃得开心 保育员喂得更开心 因为大家照料的这个象群 又有新成员诞生了 最小的小象是 1月25号今年年初是生的 他的妈妈叫简 他刚出生的时候 118公斤 现在目前的状况比较好 他已经跟着妈妈 跟那些哥哥姐姐 他们经常在外面玩傻了 现在的体重已经达到140公斤了 就在近日 广东清远长龙 国家级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 种源基地 新生非洲象宝宝 小六迎来满月 他已经可以跟着象群一起生活了 哥哥姐姐们总是调皮 打架细水 非常快活 小六还太小 跟妈妈寸步不离 他还只是个喝奶的宝宝 小六是从2022年5月至今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象群成功繁育出的 第六头非洲小象 他和哥哥姐姐们 也是目前仅存的在中国出生的非洲象个体群 事实上小六家族来自非洲 金巴布韦是非洲象分布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 但连年干旱 食物短缺 导致金巴布韦的非洲象生存环境恶化 金巴布韦政府一直寻求通过国际合作 给非洲象更多的保护 2015年这群非洲大象来到广州 开启了国际签递保护之旅 包括整体这个 它的生境啊 就是它的生活环境的一些勾住啊 包括这位 像看到后面的那些水池啊 还有土堆啊 包括种植的饲料啊 为它生好 还有它们晚上回去休息的内守啊 因为它我们在 所有内守的地面呢 都是铺了沙 包括外面呢 都是用了泥土 因为防止它呢 脚底啊 长期在水泥地上摩擦出现问题 还有它的医疗这一块呢 在疾病防控这一块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 就是给它做的一些检测 而为了照顾好这群非洲大象 动物保育员没少下功夫 建立了多项有关环境 营养健康疾病预防等方面标准 填补了中国大种群 签递保护非洲象的多个空白 我们清理一下 看着脚步 看起来你看它像人的鞋垫一样 这个这一层这么厚 就好像鞋垫一样 这一层所以说比较不破了 这一层都对它没伤害了 在那里 像这些就像现在这样看 它也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经常走平路 但这些呢 我们就防止它 腹息进去 所以它定期就要修理一下 舒舒服服边吃零食边做美甲 对于这个项目 大象很配合 但有的项目就未必了 在镜头前 抽鞋的针筒就被大耳朵一下甩到地上 医生为他们打造的每一项健康检查 都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和训练 这些聪明又敏感的大块头才愿意接受 大象本来就很聪明 所以你要慢慢来 每一头像你都必须得要做到 让它慢慢来 有些可能一个月半个月可以采到 有些可能几个月都采不到 包括要用上半年的时间 所以这两阵管的水 包括刚才那些顺化 都是慢慢来 一复一一年复一年 让它觉得你没有伤害它的意思 它才愿意配合你 保育专家介绍 象群能够诞下新生命 就说明他们已经适应了 当地的生活环境 健康成长 这是对国际动物保护交出的最好评券 中原基地方面也表示 根据观察 预计不久的将来 还会有更多的非洲象将诞生在中国